嗨,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营养失衡 你知道吗? 这是新加坡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 现在就跟我一起来揭秘这个问题吧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营养失衡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够健康 这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经常吃垃圾食物 里面的油脂和糖分会累积在身体里 导致肥胖和其他健康问题 你想要健康成长 就必须要吃对的食物 首先,让我们看看新加坡人的饮食习惯 你有没有发现 在新加坡,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美食 从烧烤到海南鸡饭 从鱼头包到咖喱鱼头 各种美食琳琅满目 然而,这些美食却通常都含有高脂肪 高糖分和高钠量 这些成分会对人体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许多新加坡人也喜欢快餐和方便食品 这些食品的热量也很高 容易导致肥胖 由于这种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新加坡人的健康状况也受到了影响 例如 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或中风等慢性疾病 在新加坡的发病率逐年上升 这些健康问题可以导致身体的疲惫 缺乏活力、心理压力增大等等 我们要来谈谈新加坡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 摄取过多的饱和脂肪 饱和脂肪是一种坏的脂肪 当摄取过多的时候 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变得不健康 你知道吗? 新加坡人的饮食习惯中 经常会摄取到过多的饱和脂肪呢 饱和脂肪可以在很多食物中找到 像是红肉、奶油、芝士、黄油等等 如果我们吃太多这些食物 就会摄取到过多的饱和脂肪 进而增加了患上一些疾病的风险 例如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心脏病等等 接着我们要谈论新加坡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 摄取过多的糖分 你知道吗? 糖分是一种能让我们感到甜味的食物 但是 如果吃太多糖分 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 首先 让我们看一下新加坡人摄取糖分的情况 糖分可以在很多食物中找到 例如甜点 饮料 饼钱和糖果等 最近的研究发现 新加坡成年人每天摄取的糖分量 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量 这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摄取过多的糖分会使你变得肥胖 并且增加患糖尿病、心脏病和其他健康问题的风险 如果你经常吃甜食或喝甜饮料 可能会影响你的牙齿健康 使牙齿腐烂 这是非常痛苦的 之后我们要谈论的是新加坡人摄取不足的膳食纤维 你知道吗? 膳食纤维对我们的身体非常重要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肠道顺畅 让我们的消化系统更健康 还可以降低患上心脏病、中风和肥胖症的风险 然而 大部分的新加坡人摄取的膳食纤维都不足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健康问题 那么 为什么新加坡人摄取的膳食纤维不足呢? 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的饮食习惯 新加坡人喜欢吃米饭 面条和其他精致食品 这些食品中膳食纤维的含量非常低 相反 我们摄取的是大量的膏脂、高糖、高盐的食品 这些食品不仅对我们的健康有害 还会增加患上疾病的风险 营养失衡意味着我们的身体缺乏或摄入过多某些营养素 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健康问题 例如肥胖 你知道新加坡有多少人面临这种问题吗? 根据新加坡卫生促进局的统计数据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和十分之一的儿童 也就是十岁以下面临肥胖的问题 这可不是小数目呢 肥胖的问题可能会引发其他健康问题 例如糖尿病和高血压 这些问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那么,营养失衡是如何造成肥胖的呢? 其实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摄取过多的糖分和饱和脂肪 有一位小女孩喜欢吃甜食和垃圾食物 每天都吃很多 但是她从不吃蔬菜和水果 这样就缺乏了身体所需的膳食纤维和营养素 慢慢地 她的体重开始增加 最终导致了肥胖 第二 我们要谈谈营养失衡对身体的影响 尤其是高血压 首先 什么是高血压呢? 简单来说 高血压就是指你的血液在心脏和身体各部分之间的流动压力过高 这个问题看似微不足道 但如果长期持续不质量 会对身体产生很多严重的影响 造成高血压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营养失衡 如果你长期摄取高脂肪 高糖分 高盐分的食物 那么你的体内很容易积聚多余的脂肪和水分 进而导致高血压 现在我们来看一些数据和统计 据新加坡卫生部的资料显示 高血压是新加坡人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 约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患有高血压 更严重的是 由于高血压通常不会有明显的症状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患病了 这就很危险了 第三 我们来聊聊营养失衡对身体的影响 特别是对于糖尿病的影响 你知道吗 糖尿病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 它可以影响我们的健康和生活方式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糖尿病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 它影响我们身体中的葡萄糖代谢 通常情况下 我们进食后身体会分解食物 使其成为我们身体所需的能量 然而 如果你患有糖尿病 你的身体会无法有效地使用葡萄糖 这会导致你的血糖水平升高 那么 为什么营养失衡会导致糖尿病呢 其实 当我们摄取过多的糖分和食物 尤其是高热量和高脂肪的食物 我们的身体会释放更多的胰岛素 来处理这些食物 长时间的高胰岛素分泌 会影响胰岛素受体 导致胰岛素阻力 当胰岛素阻力发生时 身体无法有效地利用胰岛素 血糖水平就会升高 进而导致糖尿病 你知道吗 在新加坡 糖尿病的发生率正在快速增长 据新加坡国家糖尿病资料库显示 截至2019年 新加坡已有超过60万人患有糖尿病 占总人口的约10% 而且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事实上 糖尿病在新加坡 已经成为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水果和蔬菜的好处 水果和蔬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这些对我们的身体非常有益 例如 橙子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而叶菜类蔬菜则含有丰富的钙质和铁质 有助于保持骨骼健康和补充身体需要的铁质 扑一位女孩因为营养不良 长期不吃蔬菜和水果 她的体重一直很轻 但是却因为缺乏营养而变得容易生病 后来 她意识到这个问题 开始多吃水果和蔬菜 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了 免疫力也增强了许多 那么 我们应该怎样摄取足够的水果和蔬菜呢 建议大家每天至少吃两份水果和两份蔬菜 你可以在每餐中加入水果或者蔬菜 也可以吃一些沙拉或者果汁 当然 如果你对某些蔬菜或水果不太感兴趣 可以试试其他的 多种多样的饮食选择 可以让你获得更多不同的营养 其二 我们要谈的是减少饱和脂肪的饮食建议 你知道饱和脂肪是什么吗 它们是一种高热量的脂肪 会增加身体的压力和风险 导致肥胖 高血压和其他健康问题 因此 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取量是维持健康的重要一环 减少饱和脂肪的方法是选择健康的食物 像是低脂肪奶 鱼肉 豆腐 全麦食品 水果和蔬菜的 比起选择高脂肪的食物 选择低脂肪食品 可以帮助你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取量 也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和心脏健康 我知道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吃快餐 像是汉堡 薯条和炸鸡 这些食物都含有高量的饱和脂肪和盐分 对健康的危害非常大 因此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健康的快餐选择 像是水煮鱼 豆腐餐和沙拉 这样就可以享受健康的快餐了 其三 要谈论如何减少糖分摄入 以保持身体健康 你知道吗 糖分摄入过多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像是牙齿助滥 体重增加 以及可能导致糖尿病等疾病 那么 该怎么样减少糖分摄入呢 首先 你可以选择喝水或无糖饮料 而不是含糖饮料 你可以把加糖的饮料换成清水或无糖茶 也可以选择低糖或无糖的汽水和果汁 以减少糖分的摄入量 其次 你可以尝试减少吃糖果和糖果棒 或者只是少吃一点 如果你真的喜欢吃甜食 可以尝试吃水果代替 水果含有天然糖分 也有维生素和矿物质 对身体有益 最后 你还可以看看食品标签上的糖分含量 并选择含糖量较低的食品 食品标签可以告诉你 食品中含有多少糖分 以及其他营养成分的含量 如果你能够选择含糖量较低的食品 就能够减少糖分的摄入量 有一个叫做小智的男孩 他很喜欢喝汽水和吃糖果 可是 他的妈妈告诉他 吃太多糖分对身体不好 会导致牙齿助烂和体重增加 所以 小明决定从现在开始减少糖分的摄入量 他把汽水换成了无糖茶河水 并且只吃一颗糖果棒 而不是三颗 现在 他的牙齿和身体都比以前更健康了 接着想和大家谈谈如何选择健康的食物 当我们吃健康的食物时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强壮 更健康 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 当你在超市或市场购买食物时 试着挑选色彩丰富的水果和蔬菜 它们通常含有丰富的营养素 例如维生素和矿物质 例如 西红柿和胡萝卜 这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和A 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 对于保持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其次 试着挑选全骨类食物 例如全麦面包 苍米和燕麦 这些食物含有更多的纤维和营养素 对于保持消化系统健康非常重要 而且 它们还能让你感到更饱 避免过度进食 之后想和大家谈谈如何读懂食品标签 当你去超市或市场购买食物时 食品标签可以告诉你很多重要的信息 但是 这些信息可能很难理解 现在让我们来学习如何读懂食品标签吧 首先 让我们看一下食品标签上的成分列表 这个列表会告诉你食品中含有哪些成分 成分列表通常是按照数量从高到低排列的 这一位柱最先列出的成分是食品中含量最高的 如果你想要避免某些成分 你可以看一下它们在列表中的位置 其次 让我们看一下营养成分表 这个表会告诉你食品中含有多少卡路里 脂肪 糖和钠等等 这些数据可以帮助你做出更明智的饮食决定 例如 如果你想减肥 你可以选择低热量和低脂肪的食品 另外 让我们看一下食品标签上的有机 无糖无脂肪等等标签 这些标签可以告诉你食品的某些特性 例如 有机表示食品是不含有农药和化学肥料种植的 但是 这些标签也有可能是广告手段 所以你还需要查看成分列表和营养成分表 来确认食品是否真的符合你的需求 最后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 如果你想买一瓶果汁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标签 成分列表上列出的第一个成分是什么 如果是高果糖玉米糖浆或蔗糖 那么这瓶果汁可能含有很多糖分 营养成分表上的总糖分也可以告诉你这一点 我们今天谈论的是新加坡最常见的健康问题 营养失衡 我们刚才了解到 这种问题可以导致很多健康问题 如肥胖 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等等 但是不要担心 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用的饮食贴士 帮助您改善自己的饮食习惯 例如 我们可以选择吃更多蔬菜和水果 减少摄取过多的糖分 以及维持适当的食物分量 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是阅读食品标签 这将帮助您更好地了解 您所吃的食物的成分和营养价值 例如 您可以查看总热量 脂肪 糖 钠和膳食纤维的含量 这将帮助您选择更健康的食品 并使您更了解自己饮食的习惯 我们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 让您更了解如何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鼓励您将所学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改善自己的饮食习惯 再次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见